大家好,我是Erica 我是大儿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面 遇到一些神奇的事情 就像我昨天坐公车回家 因为我昨天很不舒服 没有吃东西 所以我血好像有点低 然后我就一个头很晕的状态 我就心里面希望快突然有位置 好了,公车来了 刚好有一个位置 就是剩那个一个 然后旁边是一个妈妈 一直坐靠里面 但她有一个很大袋的东西 真的很大袋 她差不多占掉了半个椅子的空间 她就放在外面 然后因为也只有那位置可以坐 所以我就坐上去 诶,正常 你如果知道有人要坐过来 你都会把包包拿在身上 因为我会这样子 就是我不管东西多少 我就会跌在身上 想说让人家做什么 没有耶 然后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吗 她会也就这样 然后我就 就这样 就我真的这样做 然后我就很不舒服 我想说 你都没有发现我很不舒服吗 因为我一开始 她有注意到你吗 有啊 太明显 我对你旁边就这么近耶 对也是 就这么近耶 然后现在我都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你是感官都没打开是不是 你旁边是这样做 然后旁边是你的很大袋的东西 然后就这样维持整个到下车 呀 而且那公司就一直转弯 然后我就这样 然后我就已经很想吐了 然后这样 我这样子转 我就更想吐 我整个就很傻眼 然后你都没有跟她讲 没有,因为我怕尴尬 因为我的话 我会直接看那个东西 然后让她说不好意思 然后她通常 一般正常的人 就会知道 那个东西要拿到她身上 可是我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是不会讲 但是我会想说 为什么 看到应该要拿起来 是不是 呀 我自己是觉得这种人就是 生活在自己的小框框小世界 不只是这种状况 很多走在路中间 然后感情是要躲好 一定要三个人并排 路就是可能对面这样就很卡了 然后尤其我又在后面 而且他们是停在 有点半停在之后 可能在看手机有什么画面 然后就走很慢 路霸 对啊 然后我每次就要说 不好意思 就要有点大声 然后因为有时候太小的时候 他们就 就不会注意到你 你知道吗 诶 你很敢耶 因为我连不好意思 我都不会说 不是啊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为了要去反对你们 然后说诶 你们不能这样 就是你们现在已经 不只挡到我 其他人可能都被你们挡住 你后面可能排一个长排 对啊 诶 我不会讲耶 我会 诶 比如说你是那个挡路的人 嗯 我这样 我可能就你在那边 就走没有发现后面 有人可能就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哈哈 体温感知法 一般没有感知的人 还是不会闪吧 他们会闪吗 突然转过来 会超惊 你有真的这样做过 有啊 我每次都这样做 然后都没有成功过 用距离带给人家压力 也不愧 我完全误会了这件事情 发现对很多人 对背后是没有感觉的 我之前还有一次是搭捷运 他那个捷运 他是已经就是很多人要上车 然后他已经 就车门要关了 然后我就站在一个人的后面 我也要赶着上车 他就慢慢的给我滑手机 慢慢的走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赶快 你为什么不会关心一下 你后面有没有人要走进来 到底为什么啊 在想如果 我是那个人的话 我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一来是他可能 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身边 好像真的有这个朋友 哈哈哈 对 光知道是谁 对对对对 他就是真的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只要在用手机 或是在听音乐 他就不会在在乎他旁边的人 在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你 就有的时候你要叫他的时候 你要用手机whatsapp 他说 诶 他才会 真的假的 对 他才会就是 太夸张 大中毒欸 你知道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真的很讨厌 搭大中运输交通工具 我都自己骑车欸 就算天气再冷 你知道就是雨再大 就里面自己骑车 所以不会骑车的人 就 我还很讨厌一种 他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说要先下后上 好像有宣导吧 可是我觉得就是 有宣导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身为人的基本常识吧 就是身为人知道要吃饭 喝水 要排便一样 就是要先下后上 抢位子吗 还是他就是 一定要 他可能怕门关吧 怕他不第一秒上车 门就会关 他上不了车 他就是硬要挤的第二上车 然后每次上车 我都会观察那种人 就是为什么会 挤什么 对就是他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他这样子 还会有人就是站在你后面 下车还没下完 然后你站在前面 他会这样 折什么 等他下车再上去 发生这件事情 我可能就是小小的反应 但是我会打在Facebook上面 打在Facebook那个人都没看到 对啊 对啊 被手机绑架 我觉得 身为一个人 你要去感知你旁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不是一直锁在你的手机的画面里面 科技是带给你们方便的 而不是造成别人的困扰 OK 身为台湾人 我们要有台湾人的骄傲 OK 我上次搭捷运的时候 有一群像观光客 应该是日本人听他们讲话 妈妈五六十岁那种 然后前面就抱着一个小孩 然后挤在一个很挤的捷运车厢里面 他们是在 通常捷运厂挤的地方就是 开关门那地方那边会一坨 然后中间那边就是空 然后他们就挤在那一坨 然后他们连抓的东西都没有 我现在已经不讨论 让位这件事情 他们连抓的东西都没有 他们就抱着小孩 然后我就看他们这样 超危险 然后我刚好是站在人群的最外侧 就是我看得到里面是空的 但是因为我旁边站了 然后比如说这边是空的 然后我旁边就站一个人 他就这样子 就这样拉着 然后这样滑手机 你只要这样往里面走一点点 他就可以抓到把手了 Why? 然后我的反应对 因为我就是不会讲话 你也不会吵架的那种人 我可能出去就变哑巴 我的反应就是这样 用东张希望法 然后让人家发现 那边有人喔 就是给你一个眼神 然后他还没有在看我 其实我就自己以为我眼神投射 才会感觉到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 诶我站着 我又没有国外做 或我没有坐在椅子上面 我就不需要去观察 旁边有没有需要位子的人 有些人不是只有需要位子 有些人需要空间 或者是个把手 所以你希望就是 除了 没有反应到他人之外 我们也可以多观察 周遭的一些人事 就是不要一直在 手在手机里面 是不是? 对 而且我希望就是 人类可以打开他们的感官 就如果我用体温法 或者是 东张希望法的时候 会有人感觉到 还有声音法 我很想用声音法 我就是真的很急 那差不多是 你会骂人的程度 我觉得 我的 差不多就是 里面已经差不多到80%了 真的吗? 如果我去到80%我才会 轻弹 我的 是基本 我的基本是体温法 我基本 然后再来是 就是用 敬语跟他们说 你们挡到人楼 然后再来就会直接 告诉他 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的80%是怎么样 80%就是说 同学你们挡到人咯 100 同学 散开啦 哈哈哈 那我的100 我是怎样 其实我也没有做到100过 我极限就会跟他们说 他们 现在做了什么事情 挡到人了 然后 太急了 有不要那么急吗 前面还有人呢 你在急什么 很凶欸 你这样对我的话 我玻璃心可能会碎一滴 不是啊 因为他已经做出 侵略到人的一个行为 他就已经 在后面已经挤到我 推到我了 不要碰我肩膀 哦 我不会这样 哦 我可能会这样 默默闪开 我会看他 是什么态度 他如果是温柔的 要告诉我什么事情 我就会 哦 怎么了吗 他如果是那种 很明显就是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撞到人 我就会 不用好好地跟他讲 激进的路人 因为 大众交通工具上面 会有各式各样的人 所以呢 我希望就是 把你们的感官打开 旁边很多很多的人 然后需要你们的关心 或者是需要你们 让个位子 不要就是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就是 造成别人很多的困扰 如果有遇到 类似相同的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 或者是如果你们 也是这种人 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的心态 喜欢我们的话 欢迎在下面按赞 留言给我们 和我们分享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百德威的题外话 有一些公车 就两个位置 有些人会坐靠外面 那你如果是这样子 会坐里面的位置吗 会啊 我也说不好意思 真的假的 你会喔 会啊 因为我很常坐公车 然后我做过很多实验 就是我如果是 坐在靠外面 有看到别人坐 靠外面的位置 其实我也不会过去坐 为什么 就是 觉得尴尬 或者是我自己也会 对我如果坐外面的位置 我会坐外面的位置 其实是通常如果 旁边那个人就离开了 然后 所以你就变成 就是剩一个在外面 对 因为我如果再回去 坐那位置 它会有一个 热热的感觉 哈哈哈 有一个屁热 我小时候 一直被我爸妈说 就是 这样会穿 对这应该不是 什么 这什么 为什么 这样讲 我不知道 我发现我家人 常给我一些奇妙的观点 好奇怪喔 你有问过他们出发点 为什么啊 我好奇喔 我也不知道耶 所以我也都不会坐 然后就会变成别的上车人 我发现他们也不会跟我说 要坐里面 他们就会一直骑到前面 去站在那边 对 所以你是个奇葩 哦 因为我就脸皮比较厚 对